一个人的不幸,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入错了圈,交错了友,或者是隐藏在暗处的人,就像蚊子一样,冷不丁冒出来咬你一口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,可是社会上人心复杂,很多人知人知面不知心,如果交友不慎,则会大大影响自己的运势,这几种朋友会偷走你的财运,遇到赶紧远离。 看你身边有吗?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,有借无还的朋友,朋友之间借钱借物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。 朋友也是我们困难时求助的对象,最常见的莫过于借钱,资金周转不过来,有一些大的开支等等,借钱的理由很多,还钱的理由只有一个,但不还钱的理由却千千万万,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有人欠钱不还的情况。 对于普通朋友来说,即便借钱出去,金额也不是太大,对方要实在是死皮赖脸的不还,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就此罢了,今后再不往来就是了。 而对于关系亲近的朋友,借钱不还就成为一种尴尬,双方今后再难相处。正常人借钱,都是在借钱之后形成一种我欠别人钱的意识,会主动规划着还钱,即便是因为现实原因实在规划不过来,也会主动说明情况。 而有一部分人对借钱的态度却是花的在说,借钱之后就不怎么想着还钱,这种人一开始是各种推托,到最后就直接除儿反耳环失踪。 所以,交情好不好,借一次钱就知道,只有在穷困潦倒时,才能看清谁会雪中送炭,谁会落井下石,能在你有困难时帮一把的人,不是血脉至轻,就是真正的知己。 曾国藩进京赶考时,凑不起路费,一旦错过这次机会,便要再等三年。 曾国藩的五舅 贱卖了家里唯一的羹牛,换来十二吊钱,无偿借给曾国藩。 这份朴实的亲情,令曾国藩铭记在心,他暗暗发誓,来日出人头地,必当涌泉相报。 入朝为官之后,曾国藩把朝廷拨给他的第一笔津贴,原封不动地寄回了老家,一同寄回的家信中,他对这笔钱做出具体安排,赠予五舅二百两, 若五舅执意不收,就请父亲用这笔钱买上几亩好田,再转赠给五舅,你为我雪中送炭,我必不负你一番深情厚意,知恩图报,才是最好的关系。 欠债还钱,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现实中,借出去的钱,却像是泼出去的水,想要收回来,全看对方的人品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欠钱的成了大爷,讨债的低声下气,想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钱,还得问得小心翼翼,生怕哪句话说,得过了火,落得个人踩两空的下场。 钱要不回来,还要被人埋怨小气,明明是欠钱的人占了便宜,借钱的人却成了小人,正所谓亲兄弟,明算账。 感情是一回事,钱财是另一回事,钱好借,债好还,人情难报答,借钱不还,消耗的是信任,只会把自己路越走越窄。 按时还钱的人,人体一定不会太差。 忘恩负义的虚伪朋友。 什么是真正的人脉,并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,给你锦上添花的人,因为没有他们,你一样能够取得成就,我们需要的人脉,是平时真心相待,患难仍见真情,在你落魄的时候,可以对你雪中送叹的人。 有很多人,平时在我们的朋友圈里,从来不显山露水,没有什么存在感,似乎很容易让人轻视他,但是当你遇到了困难,他愿意毫无保留地帮助你。 俗话说,帮人是情分,不帮是本分,所以这种朋友才弥足珍贵。 如果你能够遇到,一定要珍惜这是你的福气。 还有的人,一见面就跟你称兄道弟,让你觉得他带人非常热情,他总是说,大家是兄弟,有事情就来找我,一定给你帮忙,结果你真有事找他,他马上就推三组四,找各种理由推脱,这时候我们才看清楚,越是平时夸下海口,总是随便陨落的人不可信,他们只是虚情假意而已,所以对于这种虚伪的假面朋友,一定要尽量远离才好。 损人利己的朋友,所谓人为财死鸟为失亡,社会上的人皆心向利益。 朋友之间相处,要充分顾及到对方的利益,而不是只顾着自己,朋友之间应该是互惠互利的,帮助和关怀也是相互的,双向的。 然而一些人眼中只有利益而没有友情,与你接触完全是为了利益而来。 在必要的时候,他们甚至胡损人利己,这样的人是十分危险的,你并不知道对方会在什么时候,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你发起攻击。 他们更多的是在背地里使坏,让你莫名其妙地倒霉,失败,而他则好从中获利。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,他们就隐藏在人群中,甚至于他们本身并不坏,而只是在眼前利益的诱惑下临时起义。 这种行为更加防不胜防。 因此,交友是一回事,拓展人脉寻求合作,又是一回事,合作关系止步于合作。 而交友则是让对方进入自己的生活,防人之心不可无,知人之面不知心,交友的同时也要保持审慎的态度,认清对方的真面目。 喜欢投资,却很穷的人。 人在低谷期时,要远离投资失败的人,因为他可能会卷走你最后的钱。 乔家的儿女中的乔祖旺,眼高手低,好吃懒做,生活拮据。 之后,他学人家开公司,并且让亲朋好友,解放邻居,投了很多钱进来。 没过多久,乔祖旺投资失败,所有人的钱都打了水漂,根本就要不回来,就算把乔祖旺家的东西都搬空,也弥补不了大家的损失。 一个人,如果他自己没有成功,那么他很难带领大家赚到更多的钱,喜欢投资,却比你还穷的人,往往是想利用别人的钱来给自己创造利益。 人在贫穷时,陷入泥潭中,渴望有一双手能够把自己拉出来,对于一些爱投资的朋友伸出的手,他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。 去拒绝,人在低谷期,如果有喜欢投资,却比你还穷的人想拉你一把,其实他可能是在利用你。 财路不顺时,学会远离与拒绝喜欢投资的人,不要与之合作,如果把仅有的一些资源投出去,会让你的生活雪上加霜。 人在逆境,更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,也要对朋友的能力,人品有更深的了解,越是在危机时刻,越是要把控好人生的走向。 以身负能量的人,有的人只要一和他相处,就会觉得身心疲惫,这样的人被称为能量吸血鬼,他们总是喜欢抱怨。 擅长利用你的倾听和关心,去调节自己的情绪,在不知不觉间损耗你的经历,但当你想要倾诉时,他们往往毫无耐心。 好友阿怨恋爱后,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原本一个元气满满的姑娘,现在总是无精打采的,追问后,才知道她每天回家,都会被男友灌输各种负能量,哪个领导安排工作不公平了,哪个同事光会甩锅了。 似乎全世界,只有她一个人是受害者,一开始,阿怨还耐心宽慰,但她却发现,自己不管说什么,男友就是想不通,并且还会不断有新的坏情绪产生。 而当她想要说一些自己的事情时,男友也总是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,一段时间下来,阿怨总是沉浸在男友发泄的负能量里,整个人似乎都被压得喘不上气来。 阿怨男友就是一个典型的能量吸血鬼,他总是将负面情绪加诸他人,希望获得拯救,但靠近他的人,似乎都会变得不幸。 即使在善良在阳光的人,整日与这种人为伍,也会变得郁郁寡欢。 其实,一段健康的关系是双方共同变好,一起向上,如若两人在一起,其中一人总是输出负能量。 那这两个人一定走不远,遇到这样的人,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。 作家苏辰就曾表示,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,一切事情都不顺,这就是损耗你福气的人,不论爱情还是友情,身处低谷,若想涅槃,无一例外,先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。 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,其实每个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,年轻的时候,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没有家庭的富蕾,可以跟狐朋狗友在一起,做很多疯狂,甚至是荒唐的事情。 年轻人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,因为可以重头再来。 就是经历过这种放纵的生活,很多人蹉跎了人生,所以才能及时醒悟,开始有上进心,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。 但是,当我们的人生遭遇挫折之后,很多人会心灰意冷,暂时失去斗志,这时候就很容易让自己结交很多酒肉朋友,在一起吃喝玩乐,以此来麻醉自己。 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,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很热情,在你落魄的时候,还愿意陪你放纵,其实这是没有上进心的表现,只有人生失忆的人才会这样做,真正的朋友会泼泥冷水。 甚至骂醒你,让你重新振作,所以人生失忆时,尽量远离那些酒肉朋友,他们会让你越来越沉沦,一定要重视了。 人这一辈子虽然会认识很多朋友,但真正之心,真正为你好的人不多。 有的人表面看起来和你很亲近,但其实根本就见不得你好,一旦你有了一点钱,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掏空你的口袋,和这样的人来往,你的财运会受到影响,你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,如果你不想被人继续偷走自己的财运,那就请慎重做出选择,别再轻信别人了。 你要知道,朋友不在于多,而在于经,只有真正为你着想,真正对你交心的人,才值得你真心以待,遇到那些会偷走你财运的人,你可别再把他们当朋友对待了,果断与之保持距离,你才能有转运的一天。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,人生总会遇到起起伏伏的时候,有人能够帮我们,我们当然心存感激,就算没人愿意来帮忙,我们也要自己走过这段孤独的时光,把困境熬过去,早晚时来运转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